大家好,欢迎来到罗儿姐养生房 我是罗儿姐 今天呢,我给大家来分享三种 毒性呢,比皮霜还毒的坚果 第一种呢,是炒焦的坚果 坚果中呢,含有大量的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 那普通的加热呢,是不足以破坏它们的 但是呀,当坚果被炒焦时呢 温度啊,早已在200度以上 那此时呀,这些原本对于身体有益的营养素呢 开始部分转化为致癌的本领笔杂黄胺 丙溪腺胺等物质 第二种呢,是口味太重的 首先呢,口味重啊,食盐添加呢,往往是比较多的 其次呢,许多口味重、香味浓的坚果啊 在加工时呢,添加了香精、糖精等物质 奶油味的坚果呀,还添加了人造的奶油 那这些东西啊,对于身体呢,是没有好处的 最后呢,口味越重的坚果呀 其美味的背后啊,却隐藏着变质的可能性呢 也就越大哦 第三种呢,就是灰尘散落的坚果 那负责任的商家呀,会重视坚果原料的清洁 产品的防尘 那市场上呢,也不乏原料中、灰尘等等杂质比较多 销售时呢,毫无遮挡的产品 那这些坚果呀,吃了对于身体呢,是百害无以利的 那大家在选择坚果的时候呢,就要注意以上几点了 并免吃了对身体有害的坚果 那我们今天呀,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小伙伴呀,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也可以关注我